好,各位同学,现在呢,麻烦你们呢,打开我们的文法书的第123页 Andy呢,很快的呢,帮各位呢,检讨一下呢,这10个题目 这题目呢,有些难,有些呢,很简单 像我们来看第一题 The man just laughed and laughed 来,各位,这个句子应该不用我讲,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对不对 这边的The man在这边,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主词,是一个人,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Just,那你说Andy,这个Just是什么词呢? 这个Just呢,是一个副词,用来修饰后面的left and left 好,那在这边的left and left,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句子最主要的动词,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它后面有没有任何的动词,有没有任何的名词当受词呢? 没有,所以呢,这个语气已经完整 那个男人就在那边一直一直笑,笑了又笑 好,所以这个动词属于什么动词? 诶,没有错,这个结构呢,就是属于一个叫做主词,再加上完全的不及物动词 为什么叫不及物动词呢? 因为它后面没有接任何的受词 好,所以这个句型呢,是属于主词,再加上vi的句型 OK,好,我们接下来调到第二个句子 好,这个第二个句子来,我们看一下它题目呢 Mary is crying bitterly in her room 好,这个东西主词要判定,大概各位应该是不会不至于太难,对不对? 好,这个句子的主词呢,就是所谓的Mary 好,主词就是Mary 好,那接下来呢,很多同学可能反应比较快的 会看到,哎呀,Andy,这个is is是属于不完全不及物动词 所以这个句子是属于不完全不及物动词 再加上主词不及物动词,再加上主词不语 哦,不对哦,为什么?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is在这边,它不是翻成是 它是翻成什么东西? 它是跟后面的cry这个动作连在一起的 它形成所谓的现在进行是 对不对? 所以呢,你不可以说玛丽是在哭 不是,它是玛丽正在哭 好,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种所谓的另类的助动词 它帮助一般动词形成进行是 好,所以各位,这个cry 我们来看看后面的字bitterly 好,痛苦的 这是一个ly结尾的副词 对不对? 接下来呢,这是一个in所引导的界隙词 片语,当副词使用 那这个字什么意思呢? in her room 就是在他的房间里头 注意哦,这个不是授词哦 因为in her room在这边是一个地方副词片语 通常当授词的是名词 副词呢,很少当授词片 很少当授词 所以在这边的in her room呢 它是一个地方副词片语 用来说明玛丽在哭的地点 是在她的房间里面 不是在火车站前面 也不是在月台边 对不对? 也不是在那个厕所里 它是在她的房间里 怎么的哭呢? 痛苦地哭 所以各位这边全部 刮虎的这两个都是属于副词片语 beaterly是副词 in her room是那个地方副词片语 用来修饰前面的is crying 所以呢,这边的is crying呢 我们是属于什么词呢? 是属于一个完全的不吉武动词 因为它后面没有任何的授词 对不对? 其他的都是修饰语 所以说这个句子呢 是属于主词 再加上所谓的完全不吉武动词 这样了解了吗?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个例句 好,第三个例句呢 我们看,哎呀, our boss 就简单,对不对? 这个我们的老板 注意哦,appointed appointed这个字的英文 它是一个动词 它的意思叫做指派 好,那这边呢 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主词是our boss 对不对? 动词呢,叫做指派 那这个动词是属于吉武还是不吉武呢? 哎,来我们来看看下面的me 注意哦,me是授格 是我的授格 对不对? OK,好 那manager of his company 他的公司的经理 好,我们的老板 任命我成为他的公司的经理 好,各位 所以我们大概看到后面有me 名词,代名词 大家就知道这个动词 它是一个吉武动词 所以吉武动词呢 后面一定要有个授词 对不对? 好,那这个授词注意哦 你有没有发现 后面这个manager of his company 好,在这边的of 他所引导的 其实是一个介细词片语 所引导的形容词片语 用来修饰前面这个manager 经理 好,那我们知道呢 经理呢 这个字呢 是个名词 好,所以在这边 of his company 它就是一个形容词片语 用来修饰前面的manager 所以呢,各位 你在这边你可以偷偷地问自己一个问题 这个经理是谁啊 这个经理是不是我 我是不是就是经理 好,所以呢 他的公司的经理是在讲谁 不是讲我们的老板呢 我们的老板是董事长 对不对? 好,所以呢 他是谁是成为他的公司的经理呢 就是我 在下我 我是当什么职务 他的公司的经理 所以呢 这个公司 他的公司的经理 这个片语 就是用来补充我 来说明我 解释我 现在的身份 好,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叫什么 me是受词 a 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 受词博语 ok 好,所以呢 因为呢 不完全集物动词呢 这个概念呢 算是很重要 好,所以Andy呢 在这边呢 利用一点时间呢 帮各位把这个所谓的 不完全的集物动词呢 稍微做一个复习 ok 好,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 什么叫不完全集物动词 各位还记不记得 那个五大基本句型啊 既然他是集物动词 好,那就表示 他一定有一个受词 那通常这个受词就是名词 那什么叫做不完全呢 也就是说呢 我没有给他加一个博语的话 我的意思呢 说不清楚 别人听了会不撒撒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加上一个 所谓的博语 然后呢 来让这个不完全集物动词的意思 能够完整 好,所以接下来 接下来呢 总共有五种 常见的不完全的集物动词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大部分的各位都已经学过了 只是那个时候 在上课的时候呢 没有特别跟同学解释说 这是所谓的不完全集物动词 因此呢 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呢 我们把一个不完全集物动词呢 好好的来复习过一遍 ok 好,那我们最常见到的是哪几个呢 这几个都是最常见到的 think believe consider 跟find 好,这些呢 我们在中文的翻译呢 我们都翻译成所谓的想 或者是认为 那通常它接的东西有什么词呢 那通常接的呢 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那个名词 或者是形容词 来当作它的受词补语 ok 好,这样了解吗 我们通常呢 会用这种词类呢 来当作它的受词补语 好,所以呢 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一下这一类的动词的运用在例句上面的一些用法 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我们认为他是个好老师 we consider him a good teacher 来各位,我们先来做一个基本的名词的词类的分类 好,consider 好,因为它后面有接名词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 它是一个动词 在这边 him呢 我先不说它是受词 来各位,我先说它是一个什么 先说它是一个名词好了 因为呢 him呢 是一个代名词 对不对 好,那我现在在这边呢 我给它分成 第一个名词 跟名词一号 跟名词二号 来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主词 we consider him 这个him 有没有等于we 当然没有 对不对 我们也没有等于him 好,那同意一下 a good teacher 谁是好老师呢 是我们是个好老师吗 也不可能 我们是复述 好老师是一个 我们不可能等于一个老师 对不对 所以到底是谁是好老师呢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件事情 这边的n1 它就是等于n2 对不对 名词一等于名词二 那这个名词二 因为n1在这边它是当受词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这个名词二它就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就是一个受词补语 而这个n1呢 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把它正式的标出来 它就是一个受词 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好老师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不完全极物动词的用法 它后面呢 接了两个受词 OK 好,那接了两个受词 这个受词呢 在讲的是前面的名词 用来解释 说明这个老师 这个前面这个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OK 好,他是一个好的老师 所以这个东西受词补语 所以这种动词 我们就把它叫做 不完全极物动词 因为它需要一个补语 来修饰它的受词 好,所以呢 这个是名词当作补语 来我们接下来看下面这个例句 我发现它很懒 这个简单的,对不对 主词是爱 动词呢 它是一个极物动词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它后面有一个受词 him,对不对 好,那这个him呢 来,各位特别注意到哦 quite lazy 各位lazy这个词是什么词 它是一个形容词 懒惰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得出来 形容词 它也可以当作所谓的受词补语 right ok,这样知道了吗 好,那这一类的动词呢 think, believe, consider,跟 find 很常见 所以这组词呢 各位呢 要把它牢牢的记住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一组词 下一组词呢 这几个动词也是相当相当的重要 这几个动词呢 它呢,就叫做 呃 它的意思呢 叫做称呼叫做命名 把一个人命名成什么 还有什么东西呢 叫做选举 我们选举约翰为班长 这个选举 还有呢 任命 就是我们刚刚在练习题里面看到的那个动词 像这一类的动词 它也是属于一个不完全的集物动词 跟刚刚那个动词一样 那些动词一样 它通常接名词或者是受词 当它的补语 好,所以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句 我们称它为三母大叔 We call him Uncle Sam 来,你可以问问自己 对不对 谁是三母大叔啊 是我们吗 不是 我们是等于他吗 也不是 那这个三母大叔是谁呢 就是他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句子呢 结构写出来 主词 再加上集物动词 再加上一个受词 再加上什么东西呢 受词补语 OK 好,那这受词补语 在这边什么词 当受词补语呢 Uncle Sam 三母大叔 它是一个名词 所以这边是以名词 当作它的受词补语 而第四个例句 他的老板任命他为上海分公司的经理 好,所以注意哦 上海分公司 我们先来把中文先刮起来 对不对 看到一个的 就知道它是一个修试语 所以你在写要怎么翻呢 他的老板任命他经理 哪边的经理 上海公司的经理 好,所以这个句子呢 我们从这边先把它切开 对不对 好,我们切开可以知道他的老板是主词 好,他的老板是主词 集物动词是哪一个呢 就是appointed appointed 在这边他后面有接个受词 对不对 好,我们把它指派为 任命他为什么呢 manager of the Shanghai branch 那这manager它是一个名词 好,在这边呢 它又是一个名词 当作什么 当作受词补语 好,这样清楚了吗 好,这是我们的第二类的 好,我们把它叫做call 命名或者是name call称呼 name命名 elect选举 还有appoint 任命 这几个动词呢 也要把它记起来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组 好,第三组呢 这几个动词呢 大家都很熟 它是keep使得 find发现 live任由 或者是留下来 那这一类的动词 来注意看哦 这类的动词呢 我们通常呢 都是用什么东西呢 都是用所谓的形容词 或者是分词 来当作它的受词补语 好,我们直接来看一些例句 好了,我们看第一个 主词i 很简单 看到后面有her her是名词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大概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个极物动词 好,他说呢 我发现他 他是当受词 发现他干什么呢 waiting outside alone 好,这是一个动词 加ing的participal 它是一个现在分词 好,那这时候你就要问他了 先看 我们先来问自己一个问题 I等不等于her 不等于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waiting是我在等 还是他在等呢 我发现他独自在外面等 等的人是谁 是我呢 还是他 是不是就是他 对不对 我发现他在等 所以呢 发现他在等 等的人是他 他在这边是一个受词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waiting指的是 这个女生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等 好,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原来我们的什么 现在分词 也可以当所谓的受词补语 OK,这样了解了吗 好,这是我们的第五个例句 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例句 don't 不要让他等太久 来,don't 这是一个起始句哦 主词you省略掉了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的主词 主词呢 他是you省略掉了 主词 他把you给省略掉 因为这是一个起始句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加上一个 这个keep 这个集物动词 再加上一个受词 他 别让他等太久 所以呢 不要让什么人等太久 好,这个him呢 就是一个受词 一样的是谁在等呢 是你在等 我在等 还是他在等 各位,是他在等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等待 现在分词 当所谓的 那个受词补语 OK 这类动词 就是所谓的 不完全的集物动词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下面这个例句 请让门开着 please you 这也是一个起始句 他把you给省略掉了 对不对 please leave the door open 好,请你呢 让这个门是开着的 好,那这个句子我们怎么来讲呢 好,也是一样 他的主词 他把you给省略掉了 对不对 再加上一个集物动词 时怎么样 后面 门 是受词 好,注意哦 在这边加上一个open open是什么词呢 adj 他是有形容词 原来 形容词可以当受词 补语 好,这样了解了吗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类的 叫做感官动词 感官动词 他也是属于一个不完全的集物动词 怎么看呢 那感官动词有哪些跟人的五官有关的 来,第一个 看得见 看见 watch 看 hear 听 feel 感觉 observe 观察 也可以当做看 listen to 就是听 跟我们的眼睛耳朵 跟那个皮肤的触觉有关的 这一类我们就叫做感官动词 好,那这类感官动词 他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哦 什么地方呢 他就是用圆形动词或者是用分词来做受词补语 好,这边我们就要注意到了 好,那感官动词呢 这边你看哦 如果用主动的话 你有两种选择 主动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所谓的那个什么圆形动词来表示主动 或者你可以用所谓的什么词呢 你可以用所谓的动词叫ing来当作它的受词补语 OK 好,那这个vng来这边我再会修正一下 好 所以呢,这个是属于主动 那被动呢 被动大家都很熟了 对不对 被动呢 我们就是用pp来表示被动的观念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直接看例句 我看到一只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 I saw a squirrel jumping up and down the tree 好,来各位 这边的up and down the tree 这是一个地方副词片语 那个松鼠呢 不是在地上跳 而是在树上跳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up and down the tree 指的就是在树上 上上下下的 干什么呢 jumping OK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看到一个什么 一只松鼠 好,主词很简单 主词呢 就是那个i 对不对 好,动词呢 是哪一个呢 是一个极物动词 但是它不完整 对不对 好,它是一个什么 看到一只松鼠 这个松鼠正在干什么呢 好,我们加上一个动词加ing 这个动词加ing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受词补语 好,原来呢 这个什么呢 跳来跳去的不是我 是我看到 我当然也可能像一只猴子在那边跳来跳去 对不对 那在这边呢 是我看到一只松鼠 在树上跳来跳去不是我在跳 是松鼠在跳 而且它正在跳 所以我们加ing 对不对 好,所以呢 跳的是松鼠 松鼠在这边是受词 所以这边的jumping 就是属于所谓的受词补语 好,这样了解吗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九个例句 我亲眼看到一个罪汉 过阶时被车子撞到 好,各位来 这个过阶时 正在过马路的时候 这是一个时间 复词片语 我们先不管它 所以呢 我亲眼看到一个罪汉 被车子撞 注意看到这个地方没有 好,这个被呢 它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被动语态 对不对 它是被车子撞到 好,所以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句 来,这个例句呢 我们怎么样变成我们的那个呢 来,主词 好,这边呢 是一个主词 再加上一个 急误动词 witness 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 亲眼目睹一个 a drunkard 好,这是一个受词 对不对 名词当受词 来这边呢 我给它画个底线 让大家呢 可以分得比较清楚一点 好,我看到一个罪汉 一个罪汉怎么了 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撞到了 撞倒了 knockdown knocked 好,那是一个过去分词 表被动 对不对 好,它的意思呢 就是撞倒 好,后面呢 我们不管它 因为后面呢 它是一个 介细词片语 当作副词来使用 我们就先不管它 好,那重点就来了 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叫做knocked 你说Andy 这边怎么会加上一个 过去式的动词呢 当然不是 这边加的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过去分词 表被动 OK 为什么呢 因为请问一下 那个被撞倒的是谁 是我吗 我是罪汉吗 当然不是 被撞倒的是我吗 当然不是 是我亲眼看到一个罪汉 这个罪汉 被车子撞倒 好,所以呢 既然有这个被 有没有 就表示被动语态 它是用来修饰 全面的drunker 罪汉 那罪汉是受词 所以这边 它就是一个过去分词 表被动 它也就是可以用来 当作所谓的受词博语 OK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最后一种 很常用到的 不完全的集五动词 这个动词 就是使忆动词 好,那使忆动词呢 其实呢 我们在国中也好 高中这个阶段也好 我们实在是讲的 实在太多太多了 对不对 好,所以这边的那个 那个使忆动词呢 你们还可以再把它补一个 就叫做let也可以 但这个get它比较特别 这有机会呢 我们再来解释 好,所以呢 在这边呢 特别注意到 它说这个主词啦 有have 还有一个make 再加上一个let 好,这些动词 这个动词只要一出现 后面这些主词 它的受词补语呢 来主动 我们用 注意哦 用圆形动词哦 跟刚才的那个动词 就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好,它呢 只能够用圆形动词 跟感官动词不一样 感官动词后面 多了一个动词加ing 但是呢 使忆动词 它只能够接圆形动词 被动的时候 一样用pp 好,但是这个get 这个动词 特别特别的注意到 它比较特殊 虽然它有使忆的 概念在里头 但是它的用法 跟之前的使忆动词的 用法是不一样 它必须要接 不定词 这个东西 在一次的考试前呢 特别特别的提醒同学 这个get后面呢 要接不定词 但是被动一样 都是用pp 好了,我们直接来看地句 上个月 他们将房子重新装潢过 来,我们看一下 they had their house redecorated last month 好,那这个句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主词很简单 主词就是在哪里 主词就是在they 这个简单 对不对 好,主词是哪一个 动词 动词是哪一个呢 动词 即乎动词就是这个head 让 使 使什么东西 使他们的房子 是受词 干什么的呢 好,redecorated 好,各位 这是一个pp 那为什么说pp要把 pp我们以前上课一直强调 过去分词 只要是分词 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形容词来看 那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啦 形容词可以当受词补语 所以你看分词当形容词来看 它也是一个受词补语 好,所以我们就问自己啦 这个重新装潢 请问一下房子会不会自己重新装潢 我们还活在21世纪 22世纪、23世纪 我们不晓得房子 是不是自己会装潢自己 我们不知道 但是目前为止呢 我们就知道呢 房子呢 它不会自己装潢 它一定是被装潢 被装潢的不是他们 被装潢的是他们的房子 right 房子是受词 所以这个redecorated 它就是一个过去分词 当形容词 用来修饰说明前面的受词房子 所以这个句型我们就叫做主词 再加上集物动词 它是一个不完全的集物动词 好,我们看最后一个例句 我得要把西装外套送洗 好 I need to 这个例句应该大家就不会太难了 对不对 I need to 好 need to do something 好 这边就动 重点就来了 对不对 I need to 干什么呢 get 好 这个get 令我的西装 my suit 好 这边是一个受词 对不对 my suit coat 一样的 那个什么 清洗干净 这是一个PP 好 同样的问题 你也可以问自己了 对不对 西装外套会不会自己清洗啊 不会 所以它一定要被清洗 所以在这边这一种动词 我们就叫做不完全集物动词 记得后面要接一个受词 这样了解了吗 好 那待会儿呢 我们再来看 再来讨论以下的题目